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美国共和党国会领袖麦卡锡最近发表声明说 美国要用与911同样的方式对中国进行追责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领导人最强硬的态度 考虑到现在已有60%的美国人认识到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迄今为止中共既不认罪也不赔偿 还千方北计的抵赖 一会儿诬陷这个病毒来自蝙蝠 一会儿诬陷来自这个病毒来自穿山甲 一会儿诬陷来自病毒来自莫名其妙的自然界 甚至最让国际社会愤怒的是中共经常倒打一耙 先后说病毒来自意大利来自法国等等 而且最近面对美国的指责 则经常声称病毒是美国的生物武器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回忆一下美国对待911的态度 当年美国后来刚开始也是满叉叉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遭受了911袭击 后来美国通过大量的调查 确认了基地组织策划了911之后 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杀恐怖分子 并且大规模的轰炸了庇护基地分子的塔利班政权 短短几个月就在全世界逮捕和消灭了大量的基地组织成员 同时通过轰炸炸死了大量的塔利班武装分子 要知道塔利班在阿富汗最多的时候有数百万武装人员 因为塔利班奋行的是全民武装 就跟中共当年打扮民兵差不多 阿富汗虽然是一个只有3000万人口左右 现在大概4000万人口左右的国家 但是它的武装人员恐怕要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塔利班曾经是压倒性的力量 占领了阿富汗95%以上的领土 但是被美国的炸弹炸得是魂不附体 纷纷逃命 最终失去了政权 911使得3000美国人失去了生命 但是后来美国人在全世界对恐怖分子进行了 100倍到1000倍以上的打击 也就是回报 而这一回有60多万人死于中共病毒 所以说美国绝不会放过袭击者 我认为美国最后可能最少要对数百万共产党员进行消灭 从而为这60多万美国人报仇 这实际上是美国的习惯 当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受到了1000倍到1万倍的报复 东京几乎被炸得都像废墟 然后广岛长崎还尝到了原子弹的滋味 所以说现在美国政界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 目前给整个世界带来深重危难的新冠病毒 其实是中共的蓄意进行的一场生物战争 而且不把中共除掉 这个世界就不会安逸 因为中共凭它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完全能够发起一场又一场的生物战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治人类于灾难之中 甚至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还有美国印度目前正在进行海空联合军演 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驶入印度洋局域 并且与印度的海军和空军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当然假想敌是中共 因为这两个国家目前确定的主要敌人和外部威胁都是中国 印度跟中国在去年爆发了致命的边境冲突 造成了一百人以上的伤亡 这是指双方 而且自从那场冲突以来 印度已经积极地与澳大利亚、英国、日本 进行了多次的联合军事演习 甚至与德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但是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中共联合军演 这表明国际社会站在印度一边 这就像两个邻居打架 如果你跟一个邻居随后进行打架联合演习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愿意站在这个邻居一边 另一边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孤立的 表面上好像中国有一些盟友 比如说朝鲜、巴基斯坦、委内瑞拉或者叙利亚 但是这些国家可以这么说都是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 朝鲜已经有30年处在饥荒当中 完全就像一个国际乞丐 没有国际社会的救援 很多朝鲜人都是被饿得东倒西歪 而伊朗人实际上也比朝鲜好不了哪里去 伊朗的经济一直处在一种崩溃状态 而且伊朗穷兵度武 在中东参与了一系列的战争 比如说野门战争 叙利亚战争 伊拉克内战等等 后面都能看到伊朗的共和国卫队的身影 事实上共和国卫队直接投入的军队 大概都有十几万人 而且这些国家 伊朗支持的政权的军费 多半也是来自伊朗政府的提供 有消息表明 目前伊朗军队 尤其是共和国卫队 又准备去禁军阿富汗 参加新的争夺战 而中国的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像俄罗斯 那是随时会出卖中国 所以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盟友 最终遭到国际社会的群殴是必然的 而在这个时候 美国与印度联合进行海空联合军演 实际上就是等于给印度军队打了气 撑了腰 这样就使得印度在面临着 与中国可能要进行的边境冲突当中 会撑土不让 会跟中国军队迎头相撞 所以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实际上也在抄后路 因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海军 像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还有德国和法国的海军都已经向南海方向集结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或者一年里甚至多年里 都随时可能跟中国军队爆发一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印度能够从喜马拉雅山一侧 从背后攻击中共的话呢 那肯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美国印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的用意就在这里面 因为自从拜登上台以来呢 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国际联盟 来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 因为呢 国际社会呢 对中共的虚弱呢 其实不太清楚 不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清楚 比如说 要想打击中共的话呢 只要对这个习近平 中共中央的头脑进行斩首行动就足够了 因为 如果用这个斩首行动来打击中东的恐怖主义头目呢 往往效果不大 因为你把老大老二老三都干掉了 他其他人会迅速地填补这个权力真空 这个组织呢 照样可以运作 比如说对伊朗共和国 对共和国魏得 苏莱曼尼的打击也好 或者说对这个哈马斯 这些首领的打击也好 都不能损害他的组织 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呢 任何头目的权力都是有限的 但是中国不同 中国可以这么说 只要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甚至他的政治局 被这个无人机消灭清除以后 那么中国各省各个地方 会迅速进入分裂状态 会迅速各自为国 因为中国每一个地方的统治者 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 不会明天被双规 或者后天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被抓起来 所以说呢 只要北京的头目都被消灭了 那么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 都会寻求独立 而且呢 他们的部下呢 都会热烈地拥护他们 四川独立 广东独立 就跟当年的性害革命 一模一样 就算了 就算了